因為我自己信了主那麼久,我開頭20歲左右,即是很年輕,20歲左右可能信了主 我開頭就很簡單的一個人,所以就缺了智,然後就浸禮,第二年就浸禮 之後小組都曾經在教會一起跟小組經歷過聖靈充滿的,都有曾經領受過方言 之後就沒有特別追求聖靈充滿,可能是一些誤性的祈禱 但我一直在經歷神的恩典,因為我上一次主愛留香港的聖會 所以我再有時間去跟神的關係再建立,或者再近一點的時候,我很想去經歷神多一點 因為我曾經經歷過,真的很爭,很活,每一天真的,好像Doris說 每一天祈禱起床就是祈禱神怎樣去,我今天是怎樣過的 因為我每一天起床的時候是有抑鬱的情況,是哭,每一天起床是會哭的 是沒有想什麼都會哭,或者是很難睡得著 曾經,醫生有開一個藥給我,給我睡得好一點 但我吃過一次之後,我就覺得睡得昏迷,我就不敢再吃那些藥 我就是祈禱我回祖套會,神就是一步一步在那段時間去醫治我 我亦都曾經,可能我人的情緒會很容易緊張的 亦都會很大起大跌的 曾經看過心理醫生,她說我很特別會自己康復 但我回想其實我不是自己有能力可以自己康復 是神給我,是這樣去醫治我 剛才說,我的情緒就是這樣 我這次來真的很想再經歷神 想有喜樂,想笑多一點 因為我的心在兩三年,我感恩神切了女兒給我 但因為我是主力照顧她的,整個人其實很累的 在女兒或者家庭方面,我很累,我是沒有了自己 所以現在有一些空間的時候,我很想再追求犯神 我的心其實我覺得是灰了或者蒙了一層 不知道怎樣,但我也會敏感神的罪 剛才葉牧師說,做錯了一些事情或者怎樣 我會這樣做,我會這樣做,我會這樣做 我感恩神給我這個敏感她的心意 所以我很渴望她 剛才葉牧師為我祈禱的時候 因為我的心是開,我很想拿東西走 所以剛才我很放鬆,我很渴望神的時候 我自己也無法控制 但我剛才說是神的能力,或者是輕鬆放鬆 我想這個是聖靈充滿的經歷 這個是聖靈的留在,你保持就是充滿 即是一次的經歷就是聖靈經歷或者聖靈的留在 但聖靈充滿就是這個人一直保持聖靈充滿的狀態 即是時時都是聖靈充滿的狀態 我求主保守你